好 我來看一下這題 它做一個平行四邊形 它告訴我三個頂點分別是多少 -1 1 8 2 0 2 求第四個頂點 來 我們前面有沒有介紹過平行四邊形性質 有沒有印象 來 我來複習一下 平行四邊形有什麼特性 它們對角相加A加C 會跟對角相加B加柱 有沒有印象 有吧 老師 那這題和前面有什麼差別 在前面題型當中 我們都會告訴大家 對吧 一個平行四邊形 這叫A B C珠 這三個題點當中 我會指名道姓誰是A 誰是B 誰是C 我會告訴你說 我今天要平行四邊形的順序是怎麼樣的順序 是A B C珠還是A B珠C 或是怎麼樣 那這裡有沒有說 沒有 老師 它沒有告訴我哪邊是A 哪邊是B 哪邊是C 沒有 老師那怎麼辦 來 我們畫出來理解 比如說我們先把這三個頂點畫出來行不行 這時候你看一下 如果說我們今天以這兩邊 好不好 為邊 去畫平行四邊形行不行 換句話說成邊做平行 做平行 你看 這邊是形成一個平行四邊形的 所以說第四個頂點是在這邊 這時候產生什麼現象 對角相加 會成對角相加 這樣可以嗎 所以說我們先看X 負一加零負一 會等於負八加多少 七是出來了 再看Y 一加二是三 二加多少是三 一是出來了 好 這時候換句話說 我是找到一個第四個頂點是七一了 但是問題來了 如果說我換地方連 我連這兩邊行不行 從這邊畫平行 畫平行 告訴我 這邊是又一個平行四邊形了 對吧 這邊又一個頂點了嘛 所以說這個頂點怎麼算 一樣 對角相加會跟對角相加 先看X 負八加零負八 負一加上多少是八 負七 再看Y 二加二是幾 四 一加多少是四 三 是出來了 這時候你再看一下 我換地方 換以這兩邊的時候 這時候 又可以連成一個平行四邊形對不對 所以說這時候換對角相加 會連對角相加 先看X 負一加負八 負七 負九 零加站多少是負九 負九 再看Y 一加二 三 二加站多少是三 一 對吧 所以說這題 它並沒有指明這三個 頂點 它們順序為何 所以說這時候 我們畫出來平行四邊形 有會有幾種可能性 有這三種可能性 我們看到 所以說它有沒有指明說 它們要哪一種 沒有 所以說這三個答案 都是 這樣你了解到事情是吧 所以說這第四個頂點的坐標 有三種可能性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好 我們把這邊 做個筆記一下下 OK